美国的孔孟学会将在7月28号 举行2018年的学术研讨会 而本年的研讨会主题是宋明礼学 演讲的嘉宾会依照历史顺序 向民众深入浅出的介绍 宋学的思想 含义以及意义 美国孔孟学会将于7月28号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会议时 举行2018年学术研讨会 今年的研讨会主题是宋明礼学 主讲人是孔献昭博士 吴惠尼博士 孔祥凯先生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不同方面的精彩课题 让海外华人近距离接触孔子孤立的儒学传承 我们中国的经学按照历史的演变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 一个汉学 一个宋学 一个清学 汉学是终于这个顺骨 文字的考定 宋学尝于这个意理 有一些辩论这个思想方面 然后我们今天就想将这个宋学提出来 因为宋学对于我们来讲是 他学了这个意理的发挥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再按照这个历史的轨迟 我们将各别的这个意理学家 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来发挥他们的思想 怎么样将他的意理 我们将他的人物 能够多有一个机会来表现出来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 主要以宋学为主 因为过去三十年间 很少见到有关宋学的研讨 因此研讨会上可以依照历史程序 阐述代表性人物的形象 思想和意义 美国孔蒙学会每年都会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 深得华人的期待和关注 如果想要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朋友 可以联络落桥中心进行报名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